2017年 學童體態健康報告指出 45%學童有寒貝問題 如果五年不處理 還會變成骨刺 今天 我們H5 就決定糾正學童的脊骨問題 這個小課 一定有東西看 科學立即看 看看搞什麼 H5 今天就是糾正這個學童的 是不是學童呢 都算是學童 學童的脊骨問題 我們找了一位同學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看 其實他因為書包那麼重 令到他的脊骨已經有少少 移座位 有少少寒貝的跡象 今天我就教大家 怎樣可以醫治寒貝 你知不知道自己有這個問題 不知道 那整個人心目中怎樣才是直呢 一塊板 一塊板打直 那這樣才叫直 我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發現自己有寒貝的問題 請跟我做這個動作一起 我們先背著鏡頭 然後兩隻手 兩隻手這樣合著 然後頂著腰 向後拉 向後 向不向到 對 只要你把肩甲骨這樣拉平 你做多一些伸展 你就可以改善寒貝的問題 好 現在擺 對 還有平時你走路的時候 頭 下巴 要有些向後縮 OK 到這裡 好 看著 跟著我 這樣 對 看到嗎 有一個氣宇軒昂的男子 就出來了 剛才就是一個叫中樓陀俠的狀態 你現在 又斜了 唉 你頂天立地 OK 以後就這樣走 好 還有一招要教大家 可以迅速改善這個寒貝的問題 我們首先找到一道門 或者一些直停的地方 例如這些地方 我們先拉過去 將頭 角頭 臀部 臀部 和小腿 完全黏住 這樣人就可以立即 變成直立了 保持這個動作 再走出來 走一步 你看它 多直 正直的人生 從此開始 今天我們H5 又解決了一個學童的世紀絕症 記住 做人最重要就是有腰骨 不要害背 加油 這麼多位低頭軸 加油 加油 同學 你現在的腰骨很直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有看 HIPPER